香港竹總盃歷史悠久 而第27屆竹總盃決賽稍後在大球場舉行 由法逆通和南馬爭奪這項的錦標 這場球可以說是決賽的夢幻氣碼 由於法逆通和南馬在今屆對目前為止 暫時都是四大皆空,未有錦標在手 因此兩隊對這場賽事都非常重視 因而積極備戰 希望得到球會今屆的首項冠軍 看回兩支球隊的進軍過程 法逆通在初賽面對著流浪 結果比數是11比1將對手淘汰 做出今屆最大比數賽果之一 然後在準決賽對著衛免的魚丸 亦都以3比0興取對手 至於南馬在初賽正勝結節五球 然後昂然進入四強 而在四強賽事 他們亦都以3比2淘汰神器 而濟身今天決賽 而事實上南馬先後七次奪得足總盃的冠軍 而法逆通在最近的四屆比賽 三度晉身決賽兩度奪標 兩支球隊都希望重溫救夢 顯見今天的賽事肯定是勢軍力敵 歡迎大家收看無線電視的香港大球場 和大家現場直播 從200年度至2001年度的香港粥總盃決賽 快逆通對南華 快逆通今年大搞 他們除了人腳加強隊之外 亦都邀請了前香港隊的教頭 郭嘉明是任教的 在季初他們很不幸 在銀牌決賽中輸給東聯二合後 他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 又繼續招兵買馬 最近邀請了斯洛伏拉的中風一馬田加盟 今次的決賽是今屆他們的第二次了 對手就是官地淵家 是南華 南華今屆的表現似乎沒有以往的霸氣 但他們始終都是決賽的常客 尤其是他們打到決賽的時候 球員看得特別精神特別是樂力 這場球他們在調兵方面多少隱憂 原因是有雙兵 但在大球場踢球 南華似乎是主場一樣會踢高一點 沒錯,說起大球場 其實今天的氣溫是高達28至29度 氣溫是非常滿熱的 我相信對大家的演出有少少影響 不過我絕對相信戰程是一定會非常激烈的 決賽,待會就會開球 另外一位同事鐘仔就在那邊 看看有甚麼跟觀眾介紹 大戰當前對南華傳出很多不利的消息 有很多球員有傷 所以我立即找到Peter良問清楚 Peter,不單止是球員傷 你又從大宋高母 認爲法律通就差不多贏了 喂,是不是戰術來的 高母就等他未起床之前 未醒來之前就比舊他 到現在臨開球 就不應該再有高母了 亦都給他自己應該知道 就是上一次他們對月二俠 打過銀牌決賽之前 都是很多高母 都是想著全世界都說 已經快通拿著冠軍 最後結果都是 不過就入球 他們給人入球多 開球的機會多 今天我想亦都是一樣 大戰之前可能有很多人說 好處就在法律通那裏 我們人腳又不好 這個我也承認 因為所有的香港隊球員 在法律通都是做後備的 這個他們真是 如果我想 Ricky擺到過來 必然是正選來 在他那裏都是後備 但是沒所謂的 最重要是贏了 但是說話說 你說很多球員有傷 究竟是否兵不厭詐 其實傷真的有 但是最主要就是心 因為我們有心 南亞精神 怎樣都要踢的 就算點傷 贏了一場球 再傷過 這場賽事 你覺得勝負的關鍵 主要因素會在哪裏 關鍵在於 他們真的太多高舞 還有壓力太大 住兩晚 我想體院都應該挺好住 不過住完兩晚之後 會不會還能踢呢 我也有個疑慮在這裏 我們真的沒有 我只是告訴球員 希望昨天大家早點睡 給足精神 今天準備去贏球 說得好像贏中一樣 聽石仔那邊又怎樣說 謝謝 在我身邊 就是法律通的會長 譚偉堂先生 譚先生想和你聊兩句 賽前 Peter 兩晚派高舞給你們 看來似乎是心理戰 你怎樣看這個心理戰 今年第二次打決賽 上次打二合 又是被陳會長 用這招打敗了我們 這次應該我們有心理準備 不會再給他的高舞 影響我們的演出 兩隊對女 心理戰就難免了 但是一般球迷 似乎今天都是看高快通半線 你自己怎麼看 在你對球今年的實力 今天有沒有信心拿 無疑我們狀態可能好一點 但是去到決賽 已經不是說狀態什麼 就是看看大家到時的拼搏 我們當這場球五球來打 如果要你預測的賽果 你會怎樣計算 我猜最少都加上有四五球球 但希望我們入球多一個 預祝你的願望成功 再加上給其他同事 再加上一輪 好了 經過一輪的高舞大戰之後 雙方的球員在裁判員的打領之下 已經在更衣室部出來了 基本上雙方都差不多是原班人馬 發熱通當然是上一場 是淘大園的陣容為骨幹 而藍畫也是以淘大神器的陣容為骨幹 其中一位新的年輕球員 馬家琪繼續受會方重用 大家一會兒可以看看他的表現 在帶頭三位球證當中 握著球紅色三個位是方有發 是本港的國際球證 負責這場賽事的主裁判 另外就是趙善泉 趙善泉是瑩光摩現在最右的位 他就是國際裁判 左手邊紅衣那位林漢松 就是本港的國際助理裁判員 雙方球員一致排開 第十七屆竹種杯的盟主 在一個多小時後就會誕生 高尼魯今天繼續扎著來打 上一場主要在頂球上爆了 之後是聯針的 今天但是都要迫著打 並不壞 迫不厭詐 但是因為球員有傷 這麼重要的措施 只要是繼續落到場 都一定是落場拼拖的 好了 現在就是球證 跟雙方的隊長 輝瑩空白衣那邊就是敵恩 而藍衣的藍畫就是歐維倫 有樣的奇怪 今天藍畫穿藍衣 先看陣容 快逆通就搜盟完消火機 2號楊健威 4號敵1號 6號陳紫光 9號金判坤 10號譚少偉 12號林興倫 14號吳偉超 15號欣馬田 21號貝迪里 以及25號基寶 跟準決賽的陣容一模一樣 鄭兆聰繼續屈居後備 由基寶取代他的位置 至於另一方面 藍畫在閉路的領導之下 中路員穿29號波衫 跟著有高尼路 4號林曉峰 5號梁勝劍 7號歐維倫 8號楊正光 10號謝莉 12號馬家琪 14號潘文迪 16號岑國培 25號仙奴 前面就是仙奴 和歐維倫的合拍 剛才我提過 這位是方有發 這位是今天的財配 這位紀律部長是一個水景 今天跟大家說過 藍畫是奇怪的 今天穿著藍衣 但之前我問Better兩個時候 他都說穿藍衣 我問為何不穿紅衣 他說贏了球就告訴你 如果輸了球你就不要再問我了 即是說他有些玄機在 不知道觀眾想不想聽 要看結果而定 勇南當然絕對想聽 這場決賽即將會展開 因馬田加入了發力通之後 其實令到攻勢方面 變化多了一個選擇 這個球員 其實他不是說認真突出 但勝在範範 都有頭隨有 自己可以過到球 玩到勝 他挺好 老禮 最近兩場都入兩球好球 藍牙方面值得注意的 就是25號仙奴 這個球員 雖然速度真的不是很快 不過 盤、傳、射、扭 沒有犯犯都行 這個入球是13球 這個數字非常驚人 以作一個中場 鞭鋒 即是鞭鞭 即是鞭鞭的球員 13球是很厲害的 沒錯 另一位 這位吳偉超 留意了 他是不足20歲 吳智英公子 我都經常跟大家提及 他本來入選了全民隊 應該在上海的比賽 但因為發力通入了決賽 所以他打完這場賽事 才去幫全民隊 亦有個好消息 全民隊昨天贏了西藏2比0 吳偉超在今屆 在國家明領導之下 都差不多是拿到正選的位置 潘文迪近期在藍牙 打這個右中場 亦都是挺成熟的 其實我在球迷細日的節目中 亦都重複反覆提出 這個球員自從改踢到這個位置之後 越來越進步 好了 上半場 首先開球就是白衫黑褲的快樂通 他們今年的第二次打決賽 看看今年可不可以 這一次的決賽可不可以 得嘗素圓 拿到一個淘汰著的錦標 風有發是向雙方的旁證 打個招呼 接著就是 名敵試衣 這場決賽的開始 好了 那麼發通先開球 把球折返頭 慢慢來 林慶倫拿到 接著被金盤昆倒後 後場拿球 金盤昆奪大了 帶了一程 突突到前面 基寶也拿不到 這個球 哎呀 扎著頭 哎呀 整個直線 碰不碰 幸好林慶倫包過來 把球扣橫了 高尼路頭有傷 已經綿了六針 但仍然扣著頭上陣 剛剛開始比賽 這場是香港足腫杯決賽賽事 這個新人的馬家琪 扔到這邊 給了謝利 哎呀 謝利想說後爭 把球跳高過 這個洪偉超 誰知道被人撞出界 這個球還是快通界的球 陳志光扔給了譚紹衛 跟著第一時間 折折了過來 好了 這個球折過來中間的楊建威 再拼一腳在左手邊 去不去啊 這麼半分 高速度 拉過來中間 好厲害 哇 過了幾個了 給人吧 高尼路馬尼一撅撅撅了 幸好 潘迪李就包回個位置 追回來 現在推了 左路底線 哎呀 自己跌在那裡 幸好 突然起床 然後不行了 最後呢 被林曉峰大腳 大了圍 好 謝利拿到球 跟著呢 給了位置 左邊 左邊有個仙奴 是不是 左邊有個仙奴 啊 第一時間撞破陳志剛 但是落了下去呢 就是這個 啊 新人的馬家琪的腳下 被他前面塞了 這波韋仔拿到好東西 過得一個過不了別的 哎呀 最後又撞到他了 韋仔帶了一程 給我來基寶 這個給了大力 講過少了 林曉峰呢 一分鐘 把球撞到橫邊 那麼開球後呢 打到現在呢 就分幾鐘而已 暫時還沒有記錄啊 啊 劍龍呢 戒外球呢 給了一個敵欣先 基寶叫他給 沒錯 果然給左邊的基寶 中間啊 又不是 又給林曉陵 再猜後給迪欣 這邊有個吳偉超 看看怎樣 不給了 直接高波呢 撞到中路啊 佩地利去撞了 很高速度啊 這個球員 果然被他撞到位啊 好了 硬做假動作 看看是否想過他 落底線 過不了 沒了 撞到後邊的光仔 陳志剛呢 載到給譚少偉 第一時間撞到中間 基寶拿到 哇 給了 給了一個在這邊 哎呀 這個呢 一馬田 想射 一散散到高尼路呢 彈出來 好了 謝里叫回來後場 救球的高波呢 掛到前面呢 又被迪欣的頭撞出來 好了 這次呢 打鬆他了 沒錯 慢慢拉鬆他打了 這個呢 就是 馬家琪呢 拿了他的球 一樣 讓了給 正光 光仔 給仙奴 好 接著一個位 鱷鱷進去前面 迪欣殺到了 第一時間先清掉他 這個球 沒錯 第一時間清掉他 接著呢 馬家琪呢 打界外球呢 扔回後面的梁承傑 梁承傑呢 來一個橫轉 拆住頭的高尼路 接著再拼一腳過來右手邊 林曉豐 高波得到他前仗 哎呀 得住 好東西 都撿得挺漂亮的 這個球 這個頭鎚呢 搖過來這邊又不行 金盤坤 五波 大家 大家都縮腳 最後楊健威呢 中國幫撐回後面 給了一個敵欣 現在敵欣又給過來這邊 林曉雲再拆過來 楊健威 越拆就越厚 拆過來 吳偉超這邊 又給左邊 敵欣放的球也挺漂亮的 左邊 林曉雲又可以 原來給過來中間 楊健威拿到 跟著一拆 這個球拆掉了 林曉豐先接到那個球 跟著扯過來這邊 剛仔就到了 這個球 最後呢 這個球是出界的 好了 上半場呢 打了接近4分鐘了 還沒有記錄 還是0比0 剛才那個球呢 就是鮮勞拍出去 所以快通的街外球 陳志剛再用掃把 將這個球比貝迪 後面還有一個 欣馬田壓著來頂一頂贏 好了 這個球呢 基寶一彈彈 給貝迪 夠了時間 斬到中路 太過前了 那個球 那邊有一個金盤坤 再上一下 球比基寶 就被岑國輝 包到那個球 那邊突然天氣 好像太陽 已經藏起來了 所以天氣涼快了少少 跟我們之前估計的氣溫 現在大概跌了少少 回降了少少 涼了少少 所以那個節奏方面 就見到大家都 挺爽的 這個球出來了快樂通 這場賽事需要加時 黃金入球 這45馬 可能會劇戰達到 可以說八二分鐘以上 潘文迪 摘著手 過得了 再過了就行了 過不了楊健威 但是解惟又再落在 林妖峰的腳下 斬過給仙奴 仙奴就不夠了 陳志剛頂了 貝迪在邊線這個位置 再鬥給陳志剛 提志哥也行有去 仙奴也快了半個身位 兩個身都硬硬 這個球是合法衝撞 是很衝 藍華一間外球 馬家琪 這位是近期藍華勇然的一位新人 其實他破壞力很強 也很有鬥志 藍華後防方面 多了一個球員 叫做 這個球是吳偉超的解惟 已經扔進來給歐偉倫 這個球如果能給到 就直入了 歐偉倫一鏟 鏟不掉 基本腳下球 現在迪欣去到中圈 開球圈那裡 推過半場 記得是 陳志剛 迪欣 有場球是 由後場帶上前面入球 那場球是聯賽杯的貴軍戰 馬家琪應該留給後面的先路 拖進去中間給岑國培 岑國培不轉 現在才轉到 唯有交後一點給高年路 楊正剛 謝利 今天謝利就拍了歐偉倫 位置方面都很清晰 似乎少了奧尼拉斯 對他們的影響 目前來說不是這麼大 歐偉倫頂贏 但是後面有個吳偉超 壓著他頂 所以頂這個球 頂得不準 打了六分幾中的比賽 暫時來說大家都是五波 覺得藍華現在的進攻比較雲循 都是屬於初步 打下去就要進一步觀察 看看哪一段真正可以佔上風 看完這個球 岑國培 壓著林允倫 在右路一路去 最後過不了敵欣 基本上的感覺是藍華球員 似乎信心很足 下來打了六分幾中 他們的進攻組織方面比較多 但是法逆通就頂 在前面金曼君試過殺進去禁區 佩迪試過在邊線喘搖 看來真是寫軍力敵 米魯很緊張 立即看看米魯今天的安排 調動如何 這個球沒用 繼續介外球 球證是因為兩個球走進來 我需要先踢出一個球 現在特球場有多撿球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有少少混亂 好了 撞給林喜鋒 再縮到中間 應該吳韋超這個球 站在這裡等著仙奴頂 真是那個球到仙奴才到吳韋超 吳韋超這個球沒有壓上去 但幸好沒有造成大礙 因為當時仙奴也轉不了身 盡人試把球批馬 大家看看 這個球一落的時候 吳韋超後面是以為球過了 怎麽也過不了頭 再從這個角度再看一次 好順腳 一折折折來的時候 吳韋超以為到的 怎麽知道仙奴是截了個壺 仙奴打過巴西青年隊的 都是有級數的球員來的 好了 我幫人撞出 又是介外球 大家在初段都是採取試探的性質而已 好了 迪欣 給位仔 位仔今年在郭嘉明的執告之後 人積極很多 好了 跟著就給基寶 基寶真是在球場踢的 十一個球 二十二人當中最大年紀 應該是四十一歲了 基寶 好了 這邊到鍾浩賢 哎呀 這個球很麻煩了 真是影響很麻煩 不過幸好 勝賽是藍華球員多在後面 高尼魯遇讓球遺漏給賢仔 賢仔在足球生涯起跌多大 快逆通 就不要他去流浪 但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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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健鋒不足二十歲,但已經是香港隊的成員 我們再看一次,這個球就撐回後面 看見楊健鋒壓著對手 把謝利手肘扯到 球證也是吹到 旁正看到林暗松已經比其示意 楊健鋒立即回放 這個球是楊正光 楊正光左腳不錯,捉球 一扯,哎呀,球就扯了下來 落到阿維林的腳已經被人踢走了 接著是佩迪利,上一滑跳起 看來再扯過來就沒用了 因為那個球完全很大腳 讓蕭國基這邊拿到 滅國魂身份下來的蕭國基 已經可以代表香港上陣了 在這個世界冰外圍賽 他跟另一個隊友馮繼志 代表了這個向後隊 不過今天馮繼志因為仍然受傷 沒有太多上陣 好,帶著基寶壓下來 位仔,回到後面,林兵倫 敵恩被人記住 哎呀,他就不選擇給敵恩 因為呢,看到歐維倫拍過來 所以最後給了吳偉超 吳偉超呢 是給了基寶,基寶撞給他 那藍花的防守都嚴密 一個跟一個,所以呢 發力圖都不是說 那麼容易把那波打翻出來 好了,找到位置 給了陳之光左上來 但這個波似乎大力一點 梁成傑已經壓著位置 那就沒辦法了 那波陽卓界 打到十分鐘 相當從未離開幾路 那胡有攻守呢 這十分鐘之內 都可以說大家都有攻有守的了 都比較審慎一點 大家 可能呢,初初開球沒來 未能踢得太快 好了,鍾浩賢擺了那波 賢仔左腳的 現在看到了 發通教練郭家明了 神識形中 哈哈 好,這次呢 吳偉超一頭 再被梁成傑一腳 踢出去橫邊 神識光丹交外球 扔回後面的紅偉超 被敵人了 是 好了 偉仔都躲得很厚 幫手 好了 給了楊健威 看看怎樣 又給了阿光仔 不行 扣停給了偉仔 是真的 第一時間呢 撞機寶撞場 撞掉了 被鄭麗回來 爛了個球 給了梁成傑 接著給了這邊的仙奴 轉身了仙奴 掃把腳 躺在前面 一蹲 扣著這個紅偉超 一下打動作 哇,這幾下好 好 最後都給了這個仙奴 哇 欣馬鐵過來 連波連腳 拉到這個仙奴 整個仙奴 被他拉低了 慢鏡看看 仙奴 被欣馬鐵過來 左腳 連波連腳 不斷撞下去 最後仙奴被踢跌之後 還有一次慢鏡看 看看 連波連腳拉下去 拉到仙奴 球證是吹佛的 好啦 佛球由梁成傑 斬到前面 吳偉超 頭垂頂到 因為用頭頂球 原來可以用手 不算是 回旋 頭可以用手 好 拖了過來這邊的 林興倫 林興倫 給不給呢 有沒有人給呢 貝迪里兩個 迫他 最後藍華球 完整個球 撞出了 應該是發人通球 沒錯 發人通球是對的 判坤 扔給了 貝迪里 高尼盧 在後面 壓住他 但是這個呢 貝迪里 犯了手球 毛爾忠的手 碰到球 球證在旁邊 看得很清楚 看看是否貝迪里 手球 他又說沒有 壞了 咬都沒有用 好 梁成傑主 只看這個最後球 大腳高球 看誰頂到了 歐維倫頂到了 但是頂到來 中間就沒有人接應 林興倫 在頭場的一點 是點回給 守門員的蕭國基 高球 看誰頂到了 哎呀 扎著頭也頂了 照頂無礙 好 跟著呢 馬家琪呢 就被人撞鐵了 苦的球前場也沒有用 下了迪欣腳下 哇 好厲害啊 帝迪欣 好啦 給了金判軍 第一時間呢 撈過來中間 撈不到給佩迪里 又被梁成傑 先拿到球 現在找人給 猛看前面的隊友 空位 哎呀 給不到 基寶呢 撿到球 馬上給快馬的佩迪里 去啦 嘩 勾腳 勾不到 拒起來 自己做人 沒事 自己撬腳 那球擠了出來之後 尾仔來一次掩射 誰知射高了球 沒有犯規的 這個球 貝迪里自己呢 半踩波車的狀態之下 整份 中華人的身上 沒有犯規 這個球完全 你看看 基寶比 看他怎樣去 過了過了 神培翔 拿不到 這一下他自己跌了 沒有啊 高雷露站定 在那邊等他來 因為他自己呢 中了高雷露的身 最後呢 就是尾仔 射高了 好 看這邊呢 吳偉智的頭頂到前面先 欣馬田 踢到比基寶 基寶 基寶放在左邊 金盤坤不到的 這個球 又被這個 林曉峰拿到 跟著被岑培 好 潘文迪拿到 給林曉峰 好 好 回景的直線很漂亮 看他殺不殺到 殺不到 他是極欣的包抄 真的到家了 打橫殺過 連球都凹 給了金盤坤 踢過來這邊 這一下馬家琪的頭鎚 踏頭 踏了出橫邊 踏了出橫邊 隔外球 已經打到上半場 14分鐘有多了 未有紀錄 雙方還是0比0 打成成手 兩隊的進攻 其實和防守分佈得很平均 不見到哪一隊有特別的優勢 這一輪就覺得 快熱東好一點點 楊正光不夠 這個球催罰 催罰了 這個射程範圍 大家都意味著 敵欣有個機會 可以射罰球 敵欣的罰球 是成功率甚高的 他主踢罰球 在本港方面 主踢罰球的入球 成功率達到八成 這個球 最後不理犯規 就沒有這個罰球出現 我相信快通會 用敵欣主踢這個支球球 鍾薏員都應該了解到 是敵欣的利害 一般根據我的經驗 過往看到 應該是龍門的右上角 人場頂高 快通的角球 如果不是人場 我看到 都中龍門的 都中的 還有 聚回來 是鍾浩賢左手邊的位置 比較有頭脫威脅的法律東球員 包括欣馬田 吳偉超 基保都在白界線 壓住鍾浩賢 近出落 閃遠處 欣馬田走過籠 這個球 欣馬田想取得角球 是嗎 為甚麼收了步 這壹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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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貝迪壹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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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貼門了,好有信心吧,鍾浩賢 其實經過大半間的演出,鍾浩賢應該解決了南華防守方面的龍門那關的問題 我們看看這個慢動作,他撿這個,開出來的角球很穩陣 應該在這個位置方面,南華不需要再用一個外門的名額 即使以往用李安立,李安立也轉為本地的球員 譚少偉交給林慶倫,金判軍,金判軍這輪剩下很多 除了開球之後,好像風火輪一樣,推了兩段之後,這段時間小球踢 歐偉倫比潘文迪,又是敵恩包 基堡交給譚少偉,再給他 譚少偉再交過左手邊,但是高利路很早就站在這裏 危險,終於是清過半場 歐偉倫一線之下給謝利,謝利頂給潘文迪 潘文迪可以有時間拿,忙中間歐偉倫開始設立第一條柱,到了 好,幸好被吳偉倫用身位壓壓他,不然一到就有機會攻門了 這一邊見到,就快通馬上過半場 是在捱著右路進攻的 貝迪里,中間有欣馬田,也有譚少偉 再開一點,有金判軍,他給不到 楊健威拿到,交給貝迪里,貝迪里轉身 看不到陳志剛,過頭球斬給金判軍,越位 入了禁區,越了位,快通過板斧,都由過去一分鐘 大家看到,他的反擊很快 開始來了,剛才見到趙善傳比起越位 見到雙方的進攻,開始經過了接近二十分鐘 開始肉緊一點,這場賽事打到目前為止 都是很精彩,因為大家沒有什麼悶長 不是說是這麼多門場,就算進攻,射不到球 都有美妙的組織 好了,球證是方向發,吹罰了林慶倫 並且立即走過去,球證最重要是有這樣的勢 最重要是有這樣的勢 大家看看,林慶倫在後面撞開對手的時候 球證吹完,立即衝過來 林慶倫立即回頭,預備防守 好了,方向發到目前為止 除了剛才較前的角球,我覺得是誤判之外 其餘的都是做得很稱職 好了,這個球呢,一撞到中間 哎呀,頂到了,高尼路頂到了 過裡面搞定了,沒錯 入球啊,入球啊 勾位好,搞定了 這個球呢,一個二傳 高尼路的頭場,不單止是直接攻陪到東西 二傳一樣那麼好 哇,華厚未就是憑他的二傳頂下來 那個球呢,怪怪怪的 然後呢,去到這個小國基的左手邊 即是說呢,在左邊,在左邊的門柱呢 就沒有人包啊,就被歐瑞魯在窄角度頂入 那麼這些呢,我們完全可以從慢鏡頭呢 跟大家認證一次 那麼,主要功臣呢,當然就是高尼路 是其中一個,大家看得慢鏡嗎 當時那個球呢,一撞過來的時候呢 高尼路呢,時間好啊 跳起來呢,一頂下來 那個球竟然過了來這邊呢 哎呀,在林慶倫面前過了 跟著呢,就追過來追不到 就被歐瑞魯在窄角度頂入 我們再看看,那個球一滴滴過了 吳韋超,和這個林慶倫 站在那裡,吳韋超追過來 想說打過來頂都頂不到 好了,隔離這邊呢,快速攻擊 立即差一點,有機會啊 哇,相當緊張,華厚未完 那瑞魯已經入了本界的第16個入球 那我相信這個入球呢,是他其中一個 這個精彩的入球啊 哇,剛才那個球呢,剛剛在柱邊呢 就一定,窄角度入啊 哦,歐瑞魯呢,好厲害啊 替藍華呢,是領先1比0 那但是呢,但是這樣啊 藍華雖然有領先優勢 那但是呢,絕對不要看小快逆通啊 因為呢,現在時間上早啊 比賽20分鐘左右而已 那但是呢,得益的就是球迷啊 這場賽事一定是好看啊 好,這個球呢,掛上來,那就越位了 那邊林慶松呢,早早呢,已經是 給了旗了,林慶松呢,早早給了旗了 那林慶松呢,他在 亞洲的球證當中 兩個排名是不頑的,幾好的 在亞洲主角來講,他的口臂幾好 那,我們再看看呢,潘文迪 都在那幫幫忙留意一下,高尼路升一頂 這邊呢,是問題啦 吳韋昭和林慶倫,兩個都沒有意識 是吳韋昭,後來才追過去,跟過去 就是慢了啦,如果早一下 那,塞到歐韋倫的位置呢 這個球肯定是不能進的 如果頂住歐韋倫的位置呢,路線根本進不了 就是沒有頂住,就被歐韋倫呢 是在打橫過來一塞,窄角度頂入 哎,好啦 那,現在看看先 好,沒事沒事,這個球沒事 那,球證呢,先吹噴了先的啦 因為鮮爐呢,麻利呢,是抽抽水啊 好啦,基寶,先給他一個直線 那,沒用啊啊 現在的球員呢,最重要是不要心急 因為你是落後一球,但是如果以他的實力來講 你不要急,不要亂呢,就肯定還有機會 但是,如果你自己踢急,踢亂呢 就閉加火啦,好啦 好啦,陳志剛追到過來,拿到球 看一馬田,單對單,這個是左腳球員來的 面對這個,梁程傑 好啦,跟著,看看先 金本坤,金本坤,再轉下來 哎,搞定,出球,搞定 哎呀,差點差點差點 這個球呢,主要的問題呢,就是這個 佩迪里衝過來的,是貼過球的 他不能夠,撞到那個球 馬家琪頂著也有原因 但是這個球呢,是很好的黃金機會 當時金本坤呢,出個球呢,出得很行,很靚的 大家留意一下,看看金本坤呢 最殺吃這一招的,就是 慢的,慢的,突然間呢 就會推一下快,跟著呢,出個球出來 這個球呢,佩迪里呢,不是衝過去 那個球是來到,在他頭面前 我們再看一次,如果這個球 佩迪里衝過來,效果是絕對不同的 剛剛好,升起了那個球才到 所以就著來頂,沒辦法頂得到 那真是呢,是 22分鐘已經這麼多,埋門鏡頭 好啦,那現在呢,就是 快樂東在落後緊 那麼,譚惠棠呢,不知道他心情如何 石仔,你可不可以訪問他 謝謝,謝謝,鐘仔 那譚先生在他身邊,譚先生 突然間輸了球球的心情如何 比較突然,因為 十分鐘才大家入局 他正式射門都是這腳 那我們一個大意給他 在二傳入球 那希望,球員不受影響,繼續追回 其實我們看回剛才二十多分鐘的時間裏面 其實快樂東的攻勢 都是直接和有效的 那麼,那球球 似乎是感覺到意外一些 其實,整個部署來講 你上半場是想怎樣打 都一樣,同十分鐘都是 拿索下,一圈就攻 基本上都做到 但是,球就是這樣 有時候幾腳不進 人家經常進 都要接受,希望繼續積極做 好啦,希望呢,快樂東 加後的時間裏面 可以打得更加放些 或者盡快追回 好,我交回給小鐘 喂 好啦,好,麻煩你 剛剛聽到台北堂的心態 但聽到聲音有點沉重 但不要緊的 看看,在那邊 嘩,這個球 差一點 嘩,謝利這個球員 好多就不用說了 但他近期的狀態其實不是那麼好 嘩,但今天謝利也看回這些球 你看,有一批的頭緒 轉身想到不想 那一刮這些球 紛紛都收起陸雲 剛剛高了少少 就對了 謝利的左腳 還有一次慢鏡 挺難射的 這個球 大轉身 然後咬腰左腳 窩裡 剛剛呢 將柱頂 眉頂高出了 應該有機會 這個球 現在打到上半場的24分鐘 1比0 南華猶歐偉龍 在20分鐘的時候 頭錘見宮 好,接著吹佛這個林曉峰 和高尼路兩個 殺到金盤坤 看看怎樣 嘩,連腳 高尼路這一下 有個球面 看他的直腿在球面下 這一下 如果嚴重一點 球證可以給中王牌 直接在球面上下 直腿 不是橙球 橙球 橙球 金盤坤指著直腿 嘩,不是這樣 好了 佛球 譚兆偉 指看佛球 揭門那頭 太揭了 入了六馬的小禁區 忠宏妍 很輕易 接了這個球 放了 好,高波放了 高波過來了 沒有人 任慶倫 慢慢拿都不遲 靜點 好了 再給韋仔 韋仔拿好球 沒有以為 龐正沒有舉旗 貝迪里 一直咬咬咬咬咬 想過了 這個高尼路 高尼路很瓦 現在兩個鬥拔鬥叫 球證吹罰了 這個 佩迪里 大家都有所動作 這個球 球證吹罰之下 藍華的一個罰球 1比0的紀錄 上半場打了25分鐘 有多了 藍華一球球 歐偉倫見宮 看看 剛才謝利轉身 左腳 窩裡扮過去 還沒頂 還沒頂 滾出龍門後面 還蠻危險 這個球低一點 小國基 不知道夠不夠 好 譚詩韋回來後場 拿球 再留一位 後面給迪欣 迪欣又給尾仔 好 左邊有沒有人 哎呀 給錯球 益了 潘文迪 不要緊 楊健威 留一番球 尾仔 又散衝 哎呀 糟了 這下糟了 這下黃了 這下降了黃了 楊健威 黃牌了 好像第一張黃牌出現 看一看慢鏡 在後面夾腳 後面的剪刀夾腳 第一張黃牌出現 在楊健威的身上 楊氏中親會內控 南華的發球 記不記得剛才 文迪斬過發球比 高尼路 高波 怎樣入 這次 可能用力盡 林曉鋒 斬過來這邊 沒有越位 但想謝利再走出來 急轉身再起本懷追 挺困難 謝利老實說 他跟歐偉倫的合作 其實不是那麼好的 問題這個球員 有時突然間射門 挺好的 突然其內 那一刻很可怕 大家剛才 看到射球 中微的球 都看到了 反而仙奴金 稍微沉了一點 但這個球員 質素 無可置疑 一撞 這個球 這個球員 吳偉超 被仙奴的右手 一推 拍一聲 很響 不過是不傷的 吳偉超 他的目標 他將來的意願 都是回到中國隔壁聯賽的發展 聽說 他父親吳智英 已經在國內 希望透過他的關係 就能踏到門楼 歐偉倫的速度明顯快 比敵人 這個球員有些問題 似乎 似乎有些合法 大家的身體碰撞 球證出發了歐偉倫 如果不是出發的話 這個球員在禁區裏面 是對著龍門的 看看 無可否認 敵人吃了個位 不過 速度歐偉倫快 有些推 從這個角度看 歐偉倫有些右手 有些推 球證對 因為我們從這個角度看 覺得他肩膀這樣靠過去 原來他用手是推的 在邊線那裡 嘩 那個球在雜範圍 我見到就是 陳國貝爾 都是一位很硬正的球員 對著 新高幾寸 因為馬田一點都不怕 照拍可也 這個球拍了出界 陳志光 準備丟給底線的佩迪里 抹著他就是梁誠傑 看來國球有機會拿到 但應該落不到底線的 肌寶 交給陳志光 角度太偏 出不了 唯有推橫 修正再上下出球 結果真的被陳志光拿到角球 我們看過 今年的三場決賽 第一場銀牌 決賽就是 法逆通隊東元而合 那場球老實說 過程不太精彩 另外聯賽杯 遠對神希 也是差不多 這場球好看 這場球 杯賽的決賽 這場球算是三場之中 最最 金盤軍從左邊走過來 右手邊開 這個角球 貪他左腳開 有一個內彎的效果 好漂亮 鮮路頂出來 前面勾一輪 壓著陳志光 可以拿到的球 陳志光除非犯規 潘文迪走到這邊 中間有岑角培 省中是譚少偉的 基保看跳不跳 這個是潘文迪 嘩 潘文迪這個球吹罰他 在後面 是想說攬著這個基保 基保 41歲 他的體力可以維持多久 未知 因為這個球員 很懂得流氣 但始終年紀大 就是一個事實 脫不離一個事實 他究竟可以捱得多久 不要緊 因為鄭兆充 隨時都可以入體他的位置 上半場打了29分鐘 有機會可以直接起腳 但這一範 不是他們的強項 因為他都是攝毀射球 你說他在二十多馬上起腳射 他不是最好的 好了 殷馬田 食股位 起腳 散了出來 在傑利局下 彈彈給他右手邊 岑角培 岑角培今天打得很好 我覺得他 可能大家都不是很以會 他的存在 不過實際上 他在中場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攔截方面 做得很夠 很夠功夫 現在心急 應該是快捱通 殷馬田 左腳 成功轉身 但是 右手邊 用左腳推 始終是鬧鬧些 始終要叫左腳 最後都過不了馬家琪 經過這三四場比賽 我看這十多馬家琪 應該在南華正選陣容方面 應該站得穩 殷馬田 斬軟柱 好厲害 金門軍 貪倒就行 貪就貪倒 不過 貪倒之外 用腳尖捉到球 而不是用腳尖捉到球 一馬田成功擺脫了馬家琪 斬軟柱 加上金判軍這個頭鎚 就造成一次快捱通的攻擊 如果譚小偉這個球是彈到的話 當然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謝利看看快不快一步了 一彈彈給仙奴 這個球了高了 陳志剛再跳起 球證沒有吹罰 抵回給謝利 捉住左手邊 吳偉超就迫著他 好吹罰 吳偉超 又有一個對角色的發球 看看高利魯準備開上去 CINO 其實今年對著這麼多球隊 其實我覺得他最頭痛的 對著陳志剛 因為陳志剛速度比他快 雖然年紀大過他幾歲 但是他那種型格 剛才吃著CINO 所以CINO對著陳志剛 沒有口吃 今次替藍牙踢佛狗 就是謝利 又是向著高利魯壓著去頂 撞開對手 不過都好厲害 夠實勝 這個林興倫 這個球還未出界 歐瑞琳壓定之後 準備出球 扣哥 哎呀 幸好陳志剛最後那個球 一叉叉叉到 這個球如果被壓到底線的話 你說他再推又可以 出球又可以 成為一個角球 歐瑞琳看來很有信心 踢球是這樣的 得運一條龍 好像阿倫 剛才頂球這麼厲害的球 入球自然是信心佩增 好了 高利魯真的應徵留意 這個球員的頭緒 是相當之了得 一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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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他爭點 他頂到 哎呀為甚麼都流了 好了 射過來軟弱無力 岑國培轉身射你 軟弱無力 輕易被人解圍 跟著高利魯頭銹過來 這邊又是岑梅 好了 避過了一個 但是在禁區裏面 大家勾勾拉拉 球證 亦都是沒有明顯的示意 遮止那個球 是判了一個龍龍球 岑梅這個球 可能是拉不到攻 其實沒有人 他自己是起腳射 但是那個武力 有三四個白衫球員 所以球被人解圍 好了 看來這個球中間落 又是高利魯頭銹 哇 迪欣這個球第一孔 有點失了 扯後了 接著再修正 都不是修正的 好幸好不是 頭銹下來 接著楊健威是加腳 金滿軍 今天對著苗鋒 未有這個速度看 好了 再弄一次 給一個直線 很勇用 哇 梁成傑 都不敢 又漏給中浩然 怕被欣馬田 撞過來 拿過來 都對的 這些球你留 分分鐘欣馬田 可能被龍門撿到 也可能撞到龍門 所以呈現 撞到他先 好了 韋仔走過來 扔不到給韋仔 佩迪在前面 又似乎給不到他 現在加上林慶倫 基寶開始也走下來 沒錯 終於被基寶 基寶回回給金滿軍 浪起個球 終於是地球出 閉加火 這個球 位置大腿控 再雷 這個欣馬田射球 就撞到人 欣馬田就投訴 說撞到高雷露的手 但是老實說 這些球 除非明顯看到高雷露 找手拍過球 如果不是 球證絕大部分 不會比十二馬 我們再看看究竟是否 這個球位置 一控的時候 被人打到荷包 楊正光過來打荷包 而且再射 在這個角度看 似乎都撞不到這隻手 高雷露 目前為止 都打得不錯 好了 欣馬田已經起腳 試過射了 看來呢 接著發展怎樣 好了 又是江仔 助攻力都相當強 一比比 但是省中了一個仙奴 接著就是 神培給上來 歐慧倫 合團 給回仙奴 好厲害 仙奴再一個 腳背面打給鄭利 鄭利呢 所以仙奴在中 可惜 這個球要給力量 大力一點點 可以給到鮮鵝 但可惜他吃不正的球 讓這個敵欣偷出來 敵欣說 這個球很短 給楊健威 這些球不應該這麼短 打後位 你這麼近 給自己的球員 很難適應 幸好不怕 現在到中場了 韋仔給姬寶 這個球大力了一點 歐慧倫 一擠起球 接著 不是這樣撐下來 撐中肯定被派利 撐不中之餘 歐慧倫又腳遠遠 踢不回球 後面消了姬 等著下來 中間 梁勝傑 接著是岑培 這邊是潘文迪 在邊線 過不過林慶倫呢 第一腳 搞動作 然後自己都騙了 幸好起得快 然後岑培 撐過來中間 沒用了 岑培這一腳 萬無目的 沒辦法 但岑培的確 中場是一個 無名英雄 他好像 以前 顧岑培 打防守中場 的時候 在很多時候 由他掃蕩 現在看 球剛剛 開下來 一升升起 中間 梁勝傑 然後倒掛 大家 一輪運戰 梁勝傑 一個天殘腔 撐上來 敵人的頭鎚 挺遠的 好 韋仔 虎尾腳 撩起球 然後到陰馬田 看看他怎麼做 沒得做 因為已經被岑培 把球解圍了 展競間 看看這方面 在右邊 急急著 避開了林英倫 再推到底線 不是 他想出回大位 出回大位 林英倫 球證說沒事 但是球證 站得很近 好 立即是反攻 基姆 再右邊 佩迪里 給了佩迪里 面對馬家奇 看來他怎麼 不過他 選擇撞出來中間 沒有用了 這些撞出來 未必對南華構成很大的威脅 因為他們幾個球員多 好 再由馬家奇 給歐維倫 歐維倫的優點 就是控球 控得好 保護球 撞壞了 糟糕了 看看會不會鑽成大錯 佩迪里殺到空區 接著自己起腳 中浩然救回 佩迪里再衝過來 接著被中浩然接回 歐維倫差點鑽成大錯 幸好中浩然救回他一命 佩迪里這個球 有信心 當時是四五個白衣 湧上來的 我們再看看 一個插花 打算搓 搓搓 誰不知連自己壓 給了佩迪里 佩迪里 不理了 入到那麼多起腳 心急 這些球 比中間可能效果更好 再衝過來 沒用了 這邊到南華 有機 哎呀 這個敗家仔 慘了 這樣也射不進入路門口 哎 潘文迪 難怪他給球 剛才那球球他給出來 這個球如果把握好 如果2-0 發作難搞 其實潘文迪這個球 射得不錯 因為他被對方刪到的 大家看他等一等 等一等 還有一個翻絲 來回身射過強勁的地步 如果不是陳志光擋到這個球 就在死角 左手邊入網 2-0 陳志光真是很快 令到南華可以增添一個入球 現在南華角球 借離開 事不宜然也見到高利路 高利路是會在遠處的 我看過落點適合他 但是蕭國基 哎呀 這個球被自己人浪浪 幸好咬一咬腰沒事 頸骨也沒事 蕭國基接完這個球 準備踢高 我吹罰是佩迪利的 其實他們這個球員 走位很聰明 但是他很多小動作 好了 我們見到石金華 也在南華後面的席位 跟Peter聊天 趁這個時間 聽聽南華方面的統帥 對這場球有什麼看法 麻煩了阿魚 在我身邊就是Peter良 Peter良 其實上半場 初一段時間 突然咬著咬著 但是去到入球球之後 南華都關掉了 是不是整個部署 都是原先希望這樣打 一向我們都用郭嘉明自己 那一套 找手突擊 因為他們最怕這件事 但是當你守完一輪之後 發覺可以做到進攻之後 我們做回我們 一直做開南華會 可以做到的事 我們進了一球 跟著的攻勢 我們一直都有 希望繼續流去 看你很緊張 希望有第二球 似乎第二球 對這場球的戰局來講 那個戰果 是差不多起決定性 因為我經常覺得 在我們來說 有第二球一定有第三球 我們是打不到逆境波 順境波一向我們都是這麼好的 那我們希望你最快有第二球 謝謝Peter 交給阿余 這個時候 發力通在左手邊 得到一個角球 其實就是Peter 所說的第二個入球 剛剛在 潘文迪射門的時候 幾乎出現 這個球 稍微高飄一些 先奴回來 是防守 我記得是第二次頂出這個球 謝利 看看這個形勢來講 真的 藍華的打法 有點像 穩守突擊 過頭球 不要誤會 這個球誤會 是潘文迪的 譚少偉 交直線球 給金本軍 似乎離腳少少少 梁成吉也都包到 這樣就要想辦法 這個球 鏟中人 我看球證這樣走去 應該會罰了 給牌了 沒錯 岑國貝 成為今場賽事 第二個被罰黃牌的球員 另一個就是楊健威 這個就是他拿黃牌的動作 到底發力通的佛球 如果橫邊球斬出來 我覺得他們威脅就不大 如果擺定被敵恩射 反而那個威脅就不大 這個勝負更大 有了吳偉超 欣馬田 楊健威 基保 貝迪里 遠處 押著來頂 吳偉超押著來頂 又是角球 這樣肯定吳偉超這個球 就頂中 藍華球員的背脊 彈出底線 這個球員 極可能就是 高尼路 看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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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條柱 伊馬田頂到 沒什麼力 就頂出界 我發覺 藍華防線方面 高尼路 有很大的作用 國球進攻的時間 固然他上去 其實在防守國球的時候 他也是重心之一 郭家明帶領球隊 今年第二次打這個杯賽決賽 今天會不會再度為失望呢 其實他最大的機會 就是上一場銀牌決賽 對東聯合 因為形勢 當時所有的一切都是快通 都贏了 其實說近況都是快通比藍華 這場賽前看好快通的人都更多 真好球 敵欣 直接偷了那個球 大家之後就好像跳Tango 嘩!很危險 交給林永倫 在心臟地底 實現馬點 這樣橫傳 分分鐘闖禍 上半場還有兩分半鐘打完 有機會就是藍華會領先 只要這樣看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敵欣繼續拆動攻勢 交給吳偉超 中間有兩個人給的 給後一點點的敵欣 由於自從欣馬田加入之後 三場賽事入了十七個入球 所以藍華今天在防守方面 很重視欣馬田這個進攻球員 這場賽事會很容易 的 潘民迪 鬥給楊正剛 再頂回去 潘民迪 又再彈回右手 那現在潘民迪的打法 已經是操縱有勢那種踢法了 以前是打防守儘量破壞 現在有進攻 剛才電影報告說今天氣溫達到28-9度 但大局場方面現在看來除了沒有陽光之外 也似乎有點毛毛雨 金冠軍被高利魯壓住 發揮不到靈魅的步速 再加上隊友包抄 這個球踢橫出界 林曉鋒也是踢球出界 沈偉鋒拿著球可以斬去中間 斬不高的球 再頂 欣歐 這個球漏的話就麻煩 潘文迪 望到 這個球漏了 一個對三個 但去不了 要繞回後 找幫忙 這個時候再射回去 狄欣就將攻鼓咀 對 剛才這個球打得很可怕 這個球有倒勢 肌寶快 謝利 岩少偉交給欣馬田甩腳 這個球中了 中藍華的林曉鋒 不過應該沒有大礙 好了 還有大宗還有一分鐘左右 原場有些保時 黃牌等等 補一分鐘時 也不是多 補一分鐘 好了 潘文迪先拿到球 現在中場沒有人拆 一比 比過來右手邊的岑霈 林曉鋒到了 岑霈鋒勘操 想說 推過林曉鋒 但是自己推了球 所以還要橫邊界外 好了 林曉鋒撿起球 扔給這個 是補了一分鐘 現在龐正舉高 都猜到了 你是補了一分鐘 即是說 還有一分鐘的比賽 現在大宗就踏正四十五分 還有一分鐘 看來應該是 藍華可以領先上半場 林曉鋒 給過來這邊的迪欣 然後給偉仔 地球 撞過來 欣馬田 好了 有成傑抱著他 給過來這邊的基寶 基寶入了禁區 再側過去 這個就是金盤坤 哇 撈過來中間高雷露繩 近處 立即大腳 勾燒 好 球槌頂了出來 又落到位仔 譚詩位 好 腳尖被拉過來這邊的佩迪李 但是又被馬家琪 球槌一頂 然後左腳一清 清得不遠 光仔包著位 上滑落底線之下 被馬家琪左腳 撞出橫邊 陳志光等下球 扔了給楊健威 接著 光仔撈過來中間 好了 現在迪欣上前場 助攻了 佩迪李 一個換傳給 哎呀 推人 有個佛球 這個佛球 我看都是最後一擊 原因是 迪欣正常繼續推進的時候 在鵝眉月頂那裡 被人推掉了 看看慢鏡 他再繼續推的時候 兩個過來 簡直是三文字 夾掉了 這個佛球 應該是 最後一擊 快速攻擊 最後一擊 譚詩偉 敵欣在那裡 看看誰射了 剛才那次又是這樣的位置 敵欣射中人牆 折高了 今次又是他們兩個 處理 看看誰射不知道 可能是韋仔射都未定 好 尼球十馬 又是他射 又是他射 又中人牆 彈槍落到韋仔 到韋仔 立即折過來右邊 光仔 光仔一推 又被人打 楊正光的難腰 就弄掉 這個球 是否真的應該發 不知道 看看 光仔一推 這個球 可給可不給 一推之後 他自己 擔到別人 球證最後 又給 又一個佛球 還有一次機會 又是敵欣 和韋仔 譚詩偉 誰射了 這次 兩次敵欣射佛球 都是省中人牆的 這次又怎樣 好了 那麼 喂 分幾了 應該 夠中了 應該 唉 還爬 未來球十馬 未來球十馬 敵欣投訴未來球十馬 現在球證 再往後一點 這個藍華的人長 好 快點射 喂 佛球不等 的 佛球不等 的 一射 省中梁成傑的身體 是彈出來 好 最後呢 球證終於 就結束了上半場 上半場的 45分鐘賽事 是打完了 1比0 上半場 就打 這個 歐偉倫的頭鎚 替藍華 上半場的20分鐘 是建功 結果呢 領先 1比0 看看這個球 入球 一旦彈了 就是這球球 領先上半場 下半場應該 還有得打 這場球 打得相當緊湊 好了 我們先去廣告 歡迎大家 繼續回到大球場 上半場 1比0 球證做得不錯 但是唯一一件事要彈 就是保時 真的抱得太多了 一分鐘當中 又沒有受傷 又沒有換人 竟然是打足三分鐘 這件事 球證一定要知道 要切戒這件事 好了 我們來看看 基本上半場 統計的情況 射門方面 法逆通12射 兩次中門 藍華 8射三中 命中率 法逆通比較偏低 但是角球方面 這個 法逆通有五次的角球 藍華兩次 基本上 上半場 藍華的演出 真是不錯 我相信藍華的 勇躉應該滿意 現在石仔 跟他在一起 看看他們 是否真是滿意 自己所勇的球隊的表現 先 麻煩了 麻煩了 始終都有大賽的氣氛 這裏就是我新至 藍華 勇南等的區域 喂 大家 給點聲音 厲害吧 首先跟隔離這位 總男人 先聊聊 貴聲 叫黎 黎先生 藍華上半場 贏一比零 滿意的戰果 當然滿意 贏了一球 你覺得 整個上半場來說 打起來 藍華是否值得贏這一球 我覺得 真的值得贏 客觀點說 都是 因為有很多機會 還可以加添紀錄 下半場 你猜藍華會 有沒有機會再增添 他有紀錄 有啊 有機會 你猜會誰入球 高彌路 這樣有信心 因為他頂 角球 頂球取 非常之好 好啦 那就 或者我們這位 勇男人 再給點聲勢 觀眾 好啦 將時間交給其他的同事 勇男人當然希望你拿回來 贏一球 我想白東的勇男人當然不希望這件事是事實 但無論怎樣 我們希望看一場好球 看看上半場精彩的片段 好啦 現在看到楊建威 他直線 衛給貝迪 起腳啦 可以啊 高彌路壓住 剛剛就是 拿多了 角度 拿深了 飄了底線 高彌路 攤起手 我說不是 角球 但是球證始終 給角球 看看這個球 楊建威 衛衛過來 貝迪 轉身就追 起腳 是否高彌路拍到 幾難分別 終於都沒事了 角球開出來 繼續 再看 這個球一押 謝利押了過來 右手邊 看看 潘文迪出這個球 哇 第一時間鬥射 可惜 燒國基 抱著 奧偉倫都快 第一時間 教練 郭丹明 斬斬眼 這個佛球 斬斬過來 高彌路 升起二傳 給左邊 右手邊 這個武雲康 歐偉倫 投罪點了一網 上半場 南華 憑直這個入球 是領先的 領先了上半場 這個佛球 就是 因林慶倫之犯規 是導致被罰 又因這個佛球 而輸球 幾時都說 防守球員 就是 不要做出不必要的犯規 往往因不必要的犯規 輸球而輸球 就是這個最好的例證 再看一看 這個球 犯規罰球 一斬斬過去 高彌路升起 把球押回來 另外一條柱 彈地而起 歐偉倫 頭長 硬不硬了他入網 上半場 南華就是贏這球球 還有一次慢鏡體 功臣當然是高彌路 他升起把球押過另外一邊 而歐偉倫才有機會頂入這個球 好 輪到發通的反攻了 欣馬田給了過來這邊的金判坤 掠一下掠一下 掠一下掠一下 看看出不出到 出到這個球 嘿 佩迪李這個球 應該有機會攀平 這個球 這個球 如果作正正額 作低一點 就沒有了 沒得救了 鍾浩然肯定沒得救 這麼近龍門 但竟然頂高了 可能跳的時間 不太對 金判坤很努力的 出盡辦法 出這個球 給他 可惜他一頂 又被人壓押 因為這個是真的 被人壓押 可能失了平衡 頂高了球 好了 藍華進攻了 這一下謝利 嘩 一個大轉身 左腳柯里 中眉頂 出爐門後面 押頭 謝利也 應該是2比0都不定 這個球 看看 歐偉倫頂過來 大轉身 左腳柯里 押著眉頂出爐門 唉 這樣出了 可惜了 歐偉倫 被吳禮超 拿到球 一支 擠了過來 又是佩迪利 豈有他一射 鍾浩然一拍 跟著上去 再補射 但鍾浩然快一步 翻身 抱著這個球 都沒有機會攀平 可惜 把握不到 剛才迪貝利的一射 和較早前的一個頭鎚 都有機會攀平 歐偉倫 這個球 亂亂盡盡盡 被吳偉超 搶了他的球 接著被 佩迪利 接著 由他一射 鍾浩然分 低拍出 接著高利路 似乎不知道誰 加一腳 繼續接回 這個球 潘文迪在門前射 省重陳志光 身體 接環了 大家都有機會 再看看 謝利 勝利 一射 散到